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主题是 尼泊尔活女神 在尼泊尔有些小女孩 她们从小就会挑选出来担任活女神酷玛丽 接受众人的崇拜 她们的工作就是接受各种仪式 并且接受信徒的膜拜 在担任这份职务的时候 她们的生活会被许多的规范所束缚 像是不能让脚踩到地面 不能够流露任何情感等等 而且活女神库玛丽这个身份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旦她们月经来潮 就必须要卸任变回普通的凡人 这对于从小就被当作神来看待的库玛丽来说 无疑是一大挑战 而尼泊尔这项特别的传统 也引起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注意 她们认为 库玛丽在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被迫承担起这么重大的职责 这可能侵犯了她们的基本人权 是说库玛丽究竟是什么 供奉活女神又引起了哪些争议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尼泊尔活女神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你是否跟我一样 有减重腹胖的残痛经验呢 先别气呢 我和减重名义宋业人 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现场课程 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腹胖地雷 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 不再因为三餐外食 没空运动等等的原因 让体重回到原点 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 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 来找到好吃 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 那如果想要杜绝腹胖 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 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 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 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 结实挨饿 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 就迅速的膨胀腹胖 这套让我四个月减下14公斤的外食减重学 现时早鸟贩售五折起 机省2550元 输入我的优惠码77COFIT 还能够再折200元 想要战胜腹胖成功减重的朋友们 赶快点击资讯栏看看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从13世纪开始 尼泊尔就崇拜活女神的传统 在尼泊尔语里面 库玛丽的意思是处女 人们认为她是女神塔雷珠的化身 因此只有纯洁美丽的处女才有可能被选为库玛丽 信众们相信 成为库玛丽的女孩可以为人们带来好运跟预言 所以在尼泊尔他们想要非常崇高的地位 而且尼泊尔的库玛丽不只有一位 在尼泊尔的历史当中 曾经有很多个大大小小的王国 每个王国都会拥有自己的库玛丽 那虽然说 现在很多王国的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人们还是继续地崇拜库玛丽 这也让库玛丽活女神的崇拜 成为了尼泊尔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直到今天 尼泊尔剩下的库玛丽有十位 而其中九位都住在当地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加德满都古地 好的 那说到库玛丽的选拔标准 并不是所有少女都可以成为库玛丽 她们必须要通过非常严格的筛选程序 首先 她们必须要符合三到七岁的年龄限制 必须从未流过血或生过病 而且还要出生自世家族种姓 并且确认出生时的星象吉祥 除此之外 她们还要符合三十一样特点 像是身上没有斑点胎记 牙齿完整且整齐 像是有菩提树的身材 睫毛像牛一样丰满 大腿像鹿一样结实紧致等等 那虽然这些条件有些听起来蛮抽象的 但简单来说 想要成为顾玛丽的人 必须是出生高贵健康 而且年幼的小女孩 那通过这些标准的女孩们 才可以开始准备接受一连串的考验 例如有个关卡 是会把她们带进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里面 里面有108只已经死去的水牛跟山羊 周围还有几个戴着面具的男子在跳舞 看到这个景象 女孩必须要保持冷静 不能够表现出任何恐惧的情绪 否则就会失去成为库玛丽的资格 又比如说在最后的考验当中 候选库玛丽 要在众多的传统首饰当中选择一件 而且这些首饰 必须要跟前任库玛丽选择的一样 她才能够成功的通过考验 而在被选上之后 这位成为库玛丽的女孩 就会获得极高的荣耀 她的生活也会变得与众不同 因为在尼泊尔人的信仰当中 库玛丽并不是一般人 而是被尊为神的化身 是一种信仰象征 因此库玛丽的家里 必须要准备一个专门用来供奉库玛丽 以及让她接见信徒的房间 房间里面还要有库玛丽的金黄色宝座 每天早上 库玛丽会在照顾者的帮助下 梳妆打扮 穿上传统的红色圣装 坐上宝座 接受民众的朝拜 在中午到下午的时段 库玛丽会偶尔出现在窗口边 供游客们沾两 比较特别的是 当这些女孩以库玛丽的身份出现时 她们必须保持密无表情 要是流露出任何的情绪 则可能降争者不幸 会为国家带来灾害 而在某些特别的日子 库玛丽还会外出举行仪式 或是参与游行 但因为她是神的化身 所以双脚不能碰到地板 必须要走在红地毯上 或是坐在神教上 甚至是被人抱着移动 对于库玛丽的家人来说 她们也背负着不少的重责大任 像是她们必须随时 把家里打倒干净 维持在洁净的状态 要注意和库玛丽接触的任何人 都不能够穿戴牛皮制品 最重要的是 她们必须要保护库玛丽 绝对不能够让她受伤流血 因为据说 如果库玛丽流血了 她体内的神力就会消失 即使只是轻微的擦伤 也可能让她失去库玛丽的地位 但话说回来 库玛丽这个身份也不是永远的 当女孩的身体进入青春期 有了第一次月经之后 她就必须要按规定卸下权威 回到平凡人的生活 但是对于这些卸任的库玛丽来说 她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才正要开始 毕竟她们从童年开始 就过了好几年被照顾得无为不至 还有几乎与外界隔离的生活 因此在退休之后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 都需要重新的适应 比如说要如何跟人互动 要怎么样穿携走路 如何过马路 甚至是如何做日常的家事 像是怎么样扫地 怎么样洗碗等等 这些对我们来说 稀松平常的事情 对她们来说 可能都是全新的挑战 以过去曾经当过库玛丽 一位名叫做拉舍米拉世家的女子为例 她在12岁卸任之后 家庭经济遇到了困难 她也面临了无法融入社会的困境 但好险她最后在家人的支持之下 在18岁考上大学 便成为了第一位 拥有大学学历的前库玛丽 毕业之后 她在一家电脑软体公司找到了工作 不少人在看到库玛丽卸任之后的困难 都认为这样的传统 在现今的社会环境当中 似乎已经不那么合适了 反对这项传统制度的人认为 库玛丽的存在有损儿童权利 这些女孩们为了成为库玛丽 会失去吃饭 穿衣玩耍的自由 以接受教育的权利 2002年的9个月 有位尼泊尔众议院的议员 毕亚·班达里 就关外批评 库玛丽制度侵犯了女性和儿童权利 她指出 如果她们结婚 她们的老公会无法承受她的神力 将在短时间内死亡 而她和政治者认为 这样子的传统和观念 限制了这些女孩的婚姻自由 此外 也有人认为 女孩成为库玛丽之后 就必须离家 不能够再跟家人见面 而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很寂寞也很痛苦 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女孩来说 是相当残忍的 不过也有不少 捍卫库玛丽文化的人认为 这些反对者的理由 根本站不住脚 实际上的情况 并不是她们说的那样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库玛丽 都要离家 只有像是住在 加德满都的库玛丽 必须离家住在宫殿里面 但不管有没有搬离家里 库玛丽每天都可以 跟家人见面 差别只在于 有没有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而且所有的库玛丽 都可以接受教育 也可以去学校 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学 只有少数的库玛丽 会待在家里面 聘请家教 但即使不外出上学 年龄相马的孩子 也还是会到 他们的住处一起玩耍 邻居也可以去探访或陪伴 所以他们并不是 完全孤立的状态 再来库玛丽 实际上是可以结婚的 刚才提到 那位有大学文明的 前库玛丽 拉舌米拉 世嘉就在她的自传 还有访问当中 一再强调 库玛丽不能结婚 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她本人也已经结了婚 夫妻两人都过得很健康 而至于库玛丽 卸任后的困境 有些人认为 其实所有的女孩 在青春期 或是面对生活的 巨大改变时 都会经历类似的困境 比如说 从寄宿学校 毕业后搬回家里 也需要一段时间 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此外 有些人认为 反对库玛丽的声音 之所以这么的大 是因为有些媒体 把这个议题 放大跟神秘化 他们认为 大部分批评 这个优美传统的人 并不住在尼泊尔 也都不是库玛丽本人 这些支持库玛丽制度的人 除了反驳批评者的 各种误解之外 他们也认为 这个文化很有价值 有必要被保存下来 他们表示 库玛丽制度 没有违反任何的人权 而在这个前提之下 尼泊尔人 当然有这个权利 继续延续这个传统文化 而且这个文化 不只被当地人所尊敬 尼泊尔旅游局 也把库玛丽 列为一个国际旅游景点 此外 支持者认为 对于当地的女孩来说 库玛丽的存在 具有一种示范的效果 能够让她们看到 女性也是值得被尊重的 因此是一件好事 事实上 也当库玛丽有仪式 或者游行的时候 很多女孩都会装扮成库玛丽 以此来表达 她们对于库玛丽的爱 国家地理杂志 就曾经访问 一位库玛丽候选人 尤尼卡 在访问的当下 她说这已经是 她第二次参加 库玛丽的选拔 而她的妈妈也很支持 希望女儿 能够被选为新任的库玛丽 而且谈到库玛丽的文化 那些真的当过 库玛丽的女性 大多也都乐观看待 她们认为 自己不仅有幸 过上普通人 与女神两种人生 也受到了许多人的 尊敬与爱护 例如前库玛丽 拉舌米拉 志佳 在她的自传当中 就明确地表示 即使从女神 变回一般人的过程 很难适应 但她还是认为 成为库玛丽 是人生当中 无法替代的宝贵经验 她认为任何女孩 都会渴望得到 人们的爱戴 而另外 为前库玛丽 普雷蒂 世佳 也抱着着相似的看法 她认为 库玛丽并没有违反 任何人权或儿童权利 对于自己 曾经是库玛丽 她感到非常骄傲 对她来说 这不仅是 对于自己和家人的荣耀 对国家 也同样是一种荣耀 她从人们身上 获得尊重 爱和关心 库玛丽之家的人们 也很爱护她 只要她充满了自信 在卸任之后 能够顺利地融入社会 并未遇到任何的问题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 我们制作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 内心其实有蛮多的挣扎 一开始我们读到 很多描述 尼泊尔活女神文化的 报道跟文章时 第一只觉得 会忍不住地 想要批判这个文化 因为这些女孩 从那么小的年纪 就失去了很多自由 背负了很多的责任 而从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当中 其实也可以发现 这是传统文化 跟当代价值观的冲突 而且大家在意的 就是担任库玛丽的女孩们 她们的儿童权利 有没有被保障 但是在后来 看了更多的资料 知道也有很多的当地人 跟前任库玛丽 跳出来说 事情并不是许多 媒体报道或文章 讲的那样夸张 虽然我们意识到 我们看的这些报道 书籍或文章 也有他们的局限 而且说不定 有些重要资料 是报道跟书籍里面 都没有提到的 这可能会使我们的想法 没有那么符合实际的情况 我们觉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贸然地对别人的文化 提出批评和建议 很有可能都会让 对方有被冒犯的感受 就像某个 我们自豪的文化 被不了解的外国人 批评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很气愤一样 相信尼泊尔人 也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在我们的内心 产生了很大的犹豫 身为局外人的我们 真的适合 评价别人的文化吗 但如果 在看完了这些资讯之后 觉得有些地方 好像还是过不了 自己的价值观 这个时候又该 怎么做比较好呢 关于这些问题 目前我们也还没有 很明确的答案 那这里呢 还是提出来 提供给大家 当作一个思考的方向参考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关于尼泊尔活女神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最多的订阅 如果是对于 这集尼泊尔活女神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 下午心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还有在节目结束之前 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访谈节目 要搬家咯 为了让喜欢访谈的观众 可以更容易的 找到想看的内容 以后我们会把Podcast访谈节目 集中搬家到一个新的频道去 这个新频道就叫做 强者我朋友 志祺七七访谈Podcast 在这里会看到 我们访谈来自各界的强者 欢迎喜欢访谈节目的你 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抢先订阅起来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